2010年11月,高盛斥资5.5亿美元,收购了梅特罗 梅特罗是美国最大的老牌金属仓库公司 旗下管理数十个仓处,狙击了全美85%旅库存 收购完成之后,高盛擅长的各种骚操作也直接开始了 完成之后,高盛第一件事不是让仓库里的旅流动起来,提高舟转力 反而玩了一招反其道而行之 既然市场供过于求,就干脆囤起来我不供了 人为制造一个,不不应求 在梅特罗位于底特律郊区的仓处,单个重拿半吨的铝钉 堆成一个个5米高的小山 在高盛接手之前,这里的铝库存仅仅5万吨 到了2013年,就是高盛接手两年后,这个数字变成了150万 而类似的仓库,高盛在底特律地区至少还拥有27个 已经占到了市场总额的四分之一 根据监管者伦敦金属交易所的规定 所有金属不能允久地存放在仓库里 它们必须要什么,流动起来 按照梅特罗的库存量,每天必须要有3000吨以上的铝钉要被运走 诶,但这个规定有一个漏洞 你只规定了运走,却没规定要运到客户手里 于是,高盛又玩起了一场旋转木马的游戏 调查显示,虽然高盛每天都按照规定将铝钉运出去 但9成以上没有交到客户手里 而是转移到了另一家高盛控制的仓库里 说白了,就是左手倒右手的游戏 不仅如此,在拖延出库时间上,高盛也下足了功夫 在底特律的仓库里面流传着一张奇怪的工作牌板表 大部分插池每天只会安排一轮班次 一天里面至少有半天以上的时间是闲置的 这一系列拖延症的举措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效果 在高盛买下梅特楼之前,屡财从客户购买到交付平均等待时长为6周 而到了屡库存之后翻到30倍 到2013年等待时间反而延长了20倍,超过了16个月 市场顿时供不应求 根据规定,客户是需要为等待期间产生的仓储成本付出足金的 这意味着等待的时间越长,仓储费就越高 这也成为高盛囤积理财的第一个利润来源 仅底特律地区,库存一年就能为高盛贡献超过2亿美元的收入 但这只是高盛操纵屡库存利润的冰山一角 高盛通过对屡库存左手倒右手 屡价也如高盛所预期的一样大幅上涨 而屡作为重要的工业原材料,又是可以在期货市场进行交易的 大宗商品把它当成股票来看的话 当时高盛已经具备了操纵股价的能力 作为投行的高盛,一边操纵着屡库存 一边又在金融市场通过做多或做空屡的期货合约来套取巨大的利润 看到这里,明眼人都看出来了 这不变相的内幕交易吗?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No,No,No,我们下期视频讲下高盛是怎么继续收割的